要减少春节群发祝福短信的敷衍感 最简单的招式就是在内容里面插入人名 这样会显得更诚恳 因为打起来也更麻烦 当然作为会写代码的我们来说 这不是一件麻烦事 以这条短信为例 有两处需要填入名字的地方 有了联系人列表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for循环 把这些名字拼接到正确的地方 由于这行代码比较长 我们用反斜杠进行换行 假如我们还有个 可以根据联系人名字 发出短信的函数 叫send message 现在这段程序 就会自动生成短信内容 并发给对应联系人 现在假设有个更复杂的情况 我们有条短信 不只想自动替换联系人名字 还想把生肖也给替换了 比如虎年就是虎年大吉 兔年就是兔年大吉 这样就可以一辈子都用这条祝福内容 那这段程序就会被写成这样 读下来以后有没有感觉到 好好一个短信被写得稀碎 老在中间被加号打断 非常不直观和连贯 Python提供了两种方式 更加简洁优雅的格式化字符圈 第一个是format方法 可以把message content写成这样 花款号表示会被替换的位置 里面的数字表示 会用format里面第几个参数进行替换 这里0表示第一个参数year 1表示第二个参数name 在year为虎 name为老林的时候 message content就会长这样 现在一个完整字符串就可以搞定短信内容 读起来舒服很多 用format还可以根据关键词 而不是位置 来指定进行替换的对象 这种情况下 生肖和人名的位置就无所谓了 只看format里的关键字 比如关键字currentyear 给的值是year 所以所有为currentyear的地方 都会被替换为year变量的值 更简洁的话 可以把year和name变量名 也重复用到字符串里 只要你能分清 等号前面的是关键字 对应花款号里面的关键字 等号后面的是参数值 除了使用format方法 还可以用f字符串 在字符串前加钱坠f 花款号里的内容会被直接求值 添加到字符串内 比如year变量当前的值是虎 name是老林 这段代码也会铲除我们想要的效果 除了用字符串进行格式化之外 数字也可以对字符串进行格式化 比如我们有个学生名和对应记点的字典 虽然GPA是浮点数 但用format方法的时候 不需要手动转换成字符串 就可以打印出记点信息 另外你还可以用冒号点数字f 来指定符点数在格式化时保留几位小数 比如打印出的记点只保留两位小数 就在后面跟上冒号点2f 用f字符串的时候也是一样 在花括号里面的表达式后面跟着冒号点2f 所有记点都会被保留两位小数 我们下个视频见 再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